从前有座林安城 城中有家神医馆 馆里有名小神医 听说他医术高明 收治的病人不出半个月 病能好转 医馆每个月 只有一天发浩铁 到了那天 求浩铁的人排起长队 把路围得水泄不通 来来来 大家都散了吧 浩铁就这么多 今天都发完了啊 各位 实在不好意思 这个月的浩铁是真发完了 您下个月早点来啊 请回吧各位 请回吧请回吧 散了吧散了吧 都散了吧 都散了吧 又没拿到 不行 我不能再等了 今天 我一定要拿大浩铁 我叫苏小婉 今天十六岁 平日里 以卖花为商 买花吗 买朵花吧 买朵花吧 天娘很早就过世了 欢迎我啊 我和弟弟相依为命 弟弟欢迎腿积 我答应要想方设法 治好他的腿 谁敢欺负他 于是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医馆 姑娘 却没想到 那天 一个意外之人的出现 打乱了我的计划 她 是传说中玉树临风 英俊潇洒 才高八斗的珠宝世家 顾家的大少爷 顾颜希 她设计的珠宝 款式独特 销量颇丰 顾家 因此日进斗金 但她为人高龙 年过十八岁 人为婚配 令万千少女 心相望之 早了早了 快去找如荫大夫 快点快点 我和她的故事 就从这一角 开始了 顾公子 有个重病的病人 预振方怎么也查不出病因 能不能查个对 让如荫大夫先给她看看 这病是小病 不用劳烦如荫大夫了 我有个朋友 和这位姑娘症状一模一样 用了个偏方 一致便好 那敢问公子 这偏方是 取神庭学 扎针排污 扎针放血 得用最粗的针 这根不粗 扎针一试 我也有些惊艳 我那位朋友 便是由我来扎针的 大夫尽可放心 可避 تешь有些惊艺 都因此 还可避免 三十四的难度 快乐 不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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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靠手 不靠手 不靠手 少爷你没事吧 去换身干净衣服 走 我这病自大尿太一来 每个月都会发作两次 来 张嘴 伸舌头 依我看 你的病也不是很严重啊 那什么病算严重啊 至少也得拖个血什么 什么的吧 一会儿给你看个方子 不不就没事了 下一位 你等等 这样够严重了吗 你刚说 你这病是定期发作的 所以才想向大夫求一张号题 下次发作时也要前来救治 叫什么名字 苏小庵 万物复苏的苏 大小的小 万安德安 苏小庵 下次发病的时候 拿着浩铁来医馆找我 谢谢大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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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